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送新年开运红包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 欢欢喜喜来领取市府的议员开运红包 这次副市长邱佩玲 从庆安宫 电际宫 天险宫 大年初一再到极乐寺 慈云寺 圣安宫参拜 并发送红包 为基隆来祈福 我们今天市府团队很开心 可以代表市长到庆安宫来发开运的红包 希望我们基隆市民每一个人拿到以后 一年都顺利 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基隆市政府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副市长邱佩玲跟市府团队 以及议长通姿卫 立委林佩祥 多位市议员及地方重要领袖 也跟信众一起拜拜 前程助导 进行投箱贺政仪式 其实我们庆安宫长年以来 非常非常多年 从历史以来就是每年的 除夕夜的晚上11点 来办这个投箱贺政的一个典礼 就是等于插投箱的意思 然后我们就是邀请府会首长 还有地方的陶廊 大家一起来拜拜 那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来拜拜 就是祈求新的一年平安 那我们的投箱跟其他庙 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是共同拜拜 共同插箱 所以就有一个投箱的贺政典礼 然后也避免比较多的这个 你看到其他人要跑 要增强那个投箱的那个 那每个庙的文化一次都不同 那我们基隆传统的仪式 就是非常重视人情味嘛 那我们是一个非常人情味的一个城市 所以大家共同来一起祈求 妈祖娘娘在新的一年保佑大家平安 所以共同来插投箱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仪式 那会邀请社会各界代表 大家都一起来 那所以每年的除夕夜到大年除一 都是庆安工人最多的时候 那今天刚好晚上也没有下雨了 虽然冷了一点 不过也是看到很多的人潮已经涌进来 待会 待会就会非常挤到水泄的不同 很简单齁 星尼桃古尼贝 贝强在这边 除了祈求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之外 也祈求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风调雨顺 也祈求我们基隆市能够辅惠和谐 然后施政顺利 贝强在这边再次祝大家平安健康 龙年新大运 谢谢 习惯了啦 从小就拜了啦 然后可以来求什么 平安就好了 副市长邱佩玲说 能在除夕及初一走庙是最大的福分 看到民众的虔诚 领开运红包的欢喜 心中也幸福满满 另外副市长也在奠基工抽到牵王 期盼台湾这一年都能平安顺利 风调雨顺 也庇佑基隆市运昌龙 市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能够安居乐业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而在大年初一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实现承诺 到基隆青安宫参乡 并发发总统府的议员红包 信任了大批人潮排队领取 一大早 青安宫四周就出现长长的排队人了 为了就是要领取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七十五发了中东府一本红包 在旧九千安宫主委童勇 内政部长李又昌 基隆市议会议长通知委 及蔡世英等人陪同下 一生喜悉的赖清德实现承诺 大连出遇到七安宫参乡及发放红包 除了祈求妈祖保佑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也感谢旧乡亲支持 让他高票当选总统 赖清德强调他是基隆的一份子 未来基隆发展 他一定会大力支持 美国是作为大运人的一份子 有机会有我们共同心的支持 对未来我们共同心的观点 算我一份 我一定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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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共同胞 我们共同心的 越来越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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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好 就用市议会议长通知委 除了感谢大家的帮忙 让赖清德顺利当选总统 未来民进党及议员 也将担任中央与地方的桥梁 在最懂基隆 最照顾基隆的总统支持下 让基隆大翻转大发展 过去的八年 在林佑昌 太新动股的努力之下 基隆拨胎换鸣 转型成功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现在中央跟地方 也有更好的平台 中共是能力的 你爱讲主要是能力的 又讲这些 很高兴 所以我一来 总统对基隆的过话 绝对资源不会少 只会多 我们基隆之后的发展 绝对大部分想起 在赖清德发放议员 红包的过程中 就读动画大学的唐宇田 在基隆高中校长 钟定先陪同下 特别抢头香 将两封信 当面交给赖清德及同志委 原来2022年 赖清德曾在内政部长刘昌 及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到基隆高中 关心与父亲相依为命 家境清寒 却认真求学了唐宇田 还送拿两本书 及平板电脑勉例 虽然在学测前唐妇病逝 他与田登顺利考上国立大学 因此写信感谢赖清德当年的鼓励 总统有来学校 特别探望我 然后就刚好 趁总统来基隆的机会 就在特别写一封感谢信 感谢他当年鼓励我 副总统的时候 特别主动来看他 来看他 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那个拥抱 我觉得一直鼓励的他 所以 这次他的信 我也偷偷看了一下 特别也谢谢总统那个大大的拥抱 让他很有信心的 走到他未来的人生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基隆慈云寺举办观光元宵节 逸文华会揭幕活动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位 与立委 林佩祥等人 都到场肯定 慈云寺推动逸文风气的用心 3 2 1 起动 副市长邱佩玲 立委 林佩祥 议长同志位 和前立委 蔡世英 及慈云寺主委 李玲宝宁 共同为元宵节 逸文华会 主持开幕仪式 基隆慈云寺 逸文华会正式启动 特别举办绘画比赛 吸引了近300位小朋友报名参加 不少家长 一早就陪着孩子们 来参加比赛 我后来会觉得 那个都有彩虹色 您来画画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 为什么很开心 因为都有很多人在这里 这个是慈云寺的标策 這個是樓的標子 然後這個綠綠的是柱子 這個是電燈 這個是燈籠 這個都是燈籠 這個是我看他的字上面有的 我就寫下來 他參加好幾次了 感覺怎麼樣 還蠻好玩的 今天是那個正義處 農曆正義處 是我們那個追事義務活動 今天是那個小朋友會話 差不多兩三百個小孩子 那個小朋友來參加會話 那明天是司法比賽 有100多 小朋友好棒喔 副市長邱佩玲 特別稱讚小朋友們的畫作 相當有水準 也讓一年沒十幾畫筆的她 都自嘆不如 中間還巧遇民眾 帶來珍貴照片 讓邱佩玲相當感動 今天是繪畫比賽 明天是書法比賽 那慈音市在地方投入這種 跟社區相關的活動 一向不遺餘力 我們非常感恩 讓市民不僅心靈安暇 而且宗教有更大的信仰 那今天代表 謝國良市長來這裡發開運紅包 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順利 萬事如意 我也會畫畫 我去年來的時候還覺得 我畫的沒有輸給小朋友 今天再看到小朋友覺得 我已經輸太多了 賴先生 是賴先生 他拿照片是 父親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做西服比賽 第二名 跟父親的合照 今天剛好新年 半年剛好碰到 很有緣分 能夠拿父親跟他的合照 再看到我跟他的合照 我想爸爸一定很開心的 慈雲市不僅是基隆市的重要宗教信仰中心 每年透過藝文華會 舉辦包括會畫書法競賽 推動藝文風氣 不以餘力 包括議長同志委 議員鄭文婷 吳化佳 前立委蔡思穎 都對於慈雲市長期推動藝文 造福鄉里相當讚賞 大家好我是蔡思穎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慈雲市 義文華演員的開幕志 那思穎在這邊也要祝福我們全體基隆市市民 每年都過個好年 那今年是榮年 祝福大家榮來榮後 越來越好 在每一年的大年初五 辦理義文活動 讓我們在基隆市全市的民眾 能夠前來慈雲市 享受家庭的時間 也受到慈雲市我們的菩薩的保佑 讓我們所有參與活動的市民朋友們 大大小小得到平安健康的一年 隨後邱副市長也與議長同志委 分別發送市府和議會製作的勘運紅包 給在場排隊的民眾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能夠欣享四成 得家平安 記者 黃少鳴金融報導 在這裡來看 金融護國城隍廟 準備了一萬個轉運龍年前幣 連毛小孩也能領喔 新年快樂 龍年請大運 過年迎接財神 為讓民眾爭點財運 進入護國城隍廟 將發放一萬份象徵永元 而且會轉運的五元龍年前幣 這回不只人可以領 就連毛小孩也能夠領取 我自己想要做生意 那我當然會就是在自己的店裡面 放在自己的財位 那希望說這一年我的生意可以順順利利 其實非常多的信徒年輕人 其實慢慢的都有寵物的一個習慣 不管是貓啊狗 甚至連總統都有兩個貓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廟方特別特別 在今年破例就是說 信徒來我們寵王廟拿發來金 如果他帶寵物一起來廟裡走村的話 廟裡會特立給他 他其實寵物我們就給他幾個 所以說你帶五隻寵物 我們給你五個發來金這樣子 那其實這意思就是希望我們的寵物平安 主人能夠平平安安 讓我們過來這一年 熔年大家都能夠走好運 然後保祐大家平平安安這樣子 廟方希望不論人還是寵物 新的一年都能平安 不僅如此領完熔年前幣 還能夠來除霉運 廟方還有一個非常熱門的 既該不孕的儀式 它其實就是象徵把過去一年的霉運都化掉 那廟方其實都會準備小三生 然後跟我們龍眼乾跟長壽面 那信徒只要帶一件衣服 廟裡就會做全套的寄改補孕的服務 那其他很多含義 那包括我們準備的鴨蛋 其實就是把你的煞運壓掉 然後龍眼乾我們準備十二顆 其實它就象徵十二個月 每個月我們都象徵這樣破檢而出 廟方會幫你這樣破掉之後 然後會讓信徒帶我們龍眼乾回去 那象徵未來這一年能夠每個月都重生 那把你的懷孕都去除掉 新的一年不妨來就用城隍廟走一招 能夠求財又能保平安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而這一場發放一萬份榮年前母的活動 有民眾天還沒有亮就來排隊 連外國人也來朝聖 排隊的人潮根本看不到鏡頭 雖然中間隔著馬路 但民眾依舊有秩序排隊 原來全都是為了領取錢母 三點多 那為什麼會想求這個發太多 因為運勢還不錯 求而運勢之後還不錯 你是每年都會來嗎 對 竟然有人比我更早 你把你以為是第一個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住基隆 你以為是應該是很早 結果呢 結果有更遠的人比我更早 大年初四 民族上是銀財神日子 各廟宇都會發放發財金或者錢母 祝福民眾新的一年財源滾滾 金融城隍廟今年準備一萬份 農年前母說始終的信徒固定來報到 把現場擠得隨限不通 由於金融港停了一艘郵輪 因此發放錢母盛況 也吸引船上外國遊客前來朝聖 這是台灣第一次 我經過了 我看到這是什麼 所以我要來進去檢查 要知道為什麼他們穿這樣 我要知道為什麼 然後你給我這個 所以我需要想想 這是什麼 所以這是很好的 對我的教育 對我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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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很好的 很特別就是廟宇準備翻轉的發財金 然後更特別的是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金融港 停的一艘地中海郵輪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很多外國人現在都在排隊 那我相信我們這邊 會有請英文的主持人 那就告訴他們 我們台灣城隍廟 金融城隍廟的這個發財金 派回去能夠保護他們的財運 然後讓他們未來真一點 能夠順順的地鐵 明天看 金融市副市長邱佩玲 民政處長張雲祥 也來分送 訪運給民眾 希望新的一年 金融會更好 很開心 可以發開運紅包 希望大家實來運氣 都很好 可能還有郵輪過來 又被財神 相信金融會越來越好 今天是賈成年 龍年的大年初四 我們特別來到金融護國城隍廟 來迎財神的活動 我們邱佩玲副市長代表 謝國楊市長 來參與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 現場成千上萬的民眾 準備要拿今年農年的銀幣 我們叫農幣 希望大家能夠今天迎財神開運 然後新的農年一年 大家都是心想事成 說擴大發放節目的對象 現場廟方人員 也熱舞炒熱現場氣氛 祝福民眾 同年一切順利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拜託 新年快樂 宮衡發財 保備 龍中來 最初到新年 雞人佛國盛宏廟 歡迎大家新春點燈貴 我們廟提供 這次播文播宅庫 點點的服務 歡迎大家新年來雞人 讓你平安在我們攏中來 雞人佛國盛宏廟 屬油飛白咕 以為家的一半來下禮拜可 我可以幫我們家大掃一下 一下下就好 這樣不好吧 請趟喔 部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把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將處於15至75萬罰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並顧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 及一清戶籍資料證本 歡迎回到中華新聞現場 一百多人的中華北極新愛心關懷 演藝協會 一道藉用博愛仁愛之家表演 讓出席活動的副市長邱佩玲 相當讚賞 歌手在台上帶來英文歌曲 跟槍有力的唱腔 讓台下觀眾印象深刻 還有精彩的雙人舞蹈表演 一連精彩節目讓台下阿公阿嬤看得是相當開心 然後今天來跟北極新一起來參加這個餐會 對 覺得做公益真的很開心 怎麼說 就是看到長輩們那麼開心 然後鼓掌就覺得非常有意義 這群中華北極新愛心關懷演藝協會的表演者 多財多益新年到來 特別到博愛之家帶來歡樂 向長輩們拜年 我們平常都是有上班族比較多 那我們是因為就是會一些歌唱啊 才華啊養育這樣子 然後來盡一點微薄的力量 來跟爺爺那個長輩啊表演給他們 讓他們開心 帶給他們歡樂 一連串的精彩節目 像我們的舞蹈老師 都是老師級的 特選的 我們的 像我們的歌手 都是前三名 還有一些很有才華的一些 不管是美女帥哥 都是很出眾很有才華 在各大的安養院喔 告訴你我們是排名冠軍喔 出席活動的副市長邱佩玲 就向長輩們一意問好 也和博愛之家董事長林水木 閒話家常 過程中 林董事長透露小故事 也讓副市長邱佩玲相當感動 今天很開心 可以來到博愛仁愛之家 尤其看到林董事長倍感親切 他剛才講了一個小故事 我父親在當省主席的時候 民國七十三年 那當時後來林董事長當了林市長 是基隆市的市長 他講了說 當時基隆市的警察局是非常的破舊 爸爸在當省主席的時候 撥了一筆大概幾千萬的預算 所以打造成今天在基隆市警察局 我覺得非常感動 原來我父親做的每一件事情 照顧地方鄉里 都是將來給我們後代子孫 最棒的一個恩責 我想我像今天當基隆市的副市長 也應該用這樣的精神去做 那代表謝國良市長 跟大家種開運紅包 也祝博愛仁愛之家 每一個叔叔伯伯阿姨新年快樂 團團區 博愛仁愛之家 博愛家園 舉辦了春節餐會 邀請演藝團體帶來精彩表演 也讓長輩們感受到 外界對他們的關心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 乾隆珠寶董事長江洪志 持續發放愛心便當 與饅頭照顧弱勢 邁入第十一年 善行一舉 讓張耿榮副董事長很感動 特別帶著全家人 再次來到基隆共襄盛舉 乾隆珠寶董事長江洪志 長期關懷弱勢民眾 發放愛心便當跟饅頭 已經邁入第十一年 他的企業界友人 張耿榮副董事長相當感動 在農曆春節帶著太太和孩子 到現場共襄盛舉做公益 加碼發送100元紅包共300份 讓弱勢民眾內心感到很溫暖 領紅包然後謝謝幫助我們 謝謝他們幫助我們 就是有紅包可以領 然後也因為我們也有很困難的時候 然後我感謝他們 是因為我很感謝他們 每個月每個月每個禮拜的拜時 過定時間11點 在健康主播 人家的門口 來發這個愛心便當 他們怕吃不夠 還加一個幸福饅頭 很感謝我們台北企業 跟中東事長他們整個 來共襄盛吉 來參與 來發這個紅包 這個紅包是100元 雖然休息一百塊 就是對這個低收入 跟熱視團體的朋友 是很大很大的溫暖 感謝江董事長 在每年過年的時候都邀請我 過來這邊發放紅包 而且剛好過年又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然後今年在這個時候 我同時也在龍山市跟台北車站 也一起來發放便當 那這是江董事長的指導 然後我今天特別帶我們全家 來這邊學習 帶我的小孩來這邊學習 希望把江董事長的這種精神 然後傳承下去 希望我們這些辛苦的老人家 這些清寒的朋友 他們在過年的時候 得到一點點的溫暖 有的你問我這個 發愛心變得是不是再繼續 我們就再繼續 因為這個社會 這個熱視朋友 人間社會苦人多 所以我們基於這個心態 所以我們要不斷不斷 繼續繼續 會繼續做下去 我們青龍主播 跟這個 港圖民主的團隊 會繼續 來打招 現場也有善心人士 將二手衣送到這裡 讓弱勢民眾自己挑選帶回家 秦隆珠寶董事長江洪志說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越來越多 透過近一己之力 結合各方善的力量 讓弱勢民眾 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記者 黃志生陳淑萍 基隆報導 台船基隆廠回饋鄉里 特別在和平島三個里 四個地方 舉辦名家書法 揮喉送春聯的活動 讓民眾感受到年節的溫暖 今年這種榮年的圖騰很討喜 不管是用畫的榮年圖案 還是討喜的榮年春聯 充分展現中國文字相形之美 書法家們提筆寫春聯 台船基隆廠和民眾一起同樂 免費讓民眾索取 非常感謝台船 對我們這裡的理念很討厭 怎麼說 每年來送春聯 文創風是很流行的 就不會拘泥在以前的古製書法 所以很多書法家 都會慢慢的用線條美 來表現當年的春節的書法 台船基隆廠回饋社區 每年過年前都會在平寮社寮 和和縣禮三禮四個地點 舉辦名家書法送春聯活動 其實除了自己喜歡的書法以外 其實也有一個社會責任 這個社會責任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好的句子貼出來 讓大家喜悅 產生那個進化人心的一個效果 周邊就是我們的里民 就在和平島這邊三個里 那跟我們都是非常好的鄰居 那我們在這一方面 跟我們里民之間的互動 在平常我們就一直都有持續的在做 這些敦親慕靈的部分 大家互相協助互相幫忙 那像類似這樣的活動 我們也都一直持續的在辦理 連續23年不間斷 連退休的台船員工都來幫忙寫書法 希望跟里民加強互動 農來平安啦 農來幸福啦 這些都很多的事情 而且有人想說 好運農來都是一樣的道理 平安農來就這樣 農的代表都是說全部的意思嘛 90年前的時候我們那個廠長 就是說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做一點對和平島 這個社區有一點創意的 敦親慕靈活動 還有善進企業社會責任 那本身我對蘇華也蠻有興趣的 然後就請我們那個一個領班一周夢 透過他就邀請一些蘇華老師來這邊 寫春年送給和平島的鄉親 那也受到和平島鄉親 大家非常的熱愛 台船每年都會舉辦鄭春年活動 希望能夠做好敦親慕靈 也讓和平島地區的居民 感受到農年的喜悅 記者 黃燒民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農年型大運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的確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八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冷氣設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轉時間 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星期一 多多運動走樓梯 星期二 隨手關燈要貫徹 星期三 衣物日曬自然乾 星期四 定期保養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 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節電天天試好日